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 让我感动 坠落在我的梦 只要一点火虫 依然照亮我笑容 这也许就是一梦神曲的天花板了吧 周深演绎梁永奇的花火 直接叫人破防 这共情能力确定是一个单身三十年能够演绎出来的吗 如此稀稳的腔调 怕是要失恋一百次才能领悟得到吧 此次的翻唱属实太走心了 也只有真正能做到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才能唱出当年举举创作时的感同身受 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听一听周深走心版的花火吧 来吧 帮我飞 多久都不会累 我已不在乎 所谓的是与非 如果爱是多 很脆弱的玫瑰 我也愿意承受 不完美中的完美 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 让我感动 坠落在我的梦 只有一点火灼 依然照亮我笑容 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 掌握之中 眼泪的朦胧 偷着一道彩虹 周深越来越会煽情了 演唱花火这首歌曲前 他解释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的理由 真的被感动到了 在阿渡专长的时候 周深觉得每一首歌曲都好不适合自己唱 但是听到梁勇琪的歌的时候 感觉完全相反 因为每一首歌曲都唱得很舒服 都想唱 梁勇琪的歌还是很适合周深的 但同时唱花火的周深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因为他一直都想对得起观众 对得起观众对他的期待 不辜负每一个人 所以一直在努力不停的切换风格 挑战各种演唱技巧 或者努力秀自己的声音 想让歌迷看到不一样的 更全能的周深 很想承住所有人对我的期待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切换风格 去挑战一些什么技巧之类的 这首歌曲的歌是我最舒服的区域 就别人听完可能会觉得 那周深就是这样的声音 很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也像不了像Andy一样 那么啊的嘶吼 我如果只是在上面 下面的人还是愿意为我鼓掌 愿意成为我的那个海岸的话 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唱这首花火 上一期的时候我就想说 我们听他的歌的时候 我们都有期待 这种期待对他来说就是压力 每次我都觉得要听到 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的版本 他自己就会要特别用心地 去演一种各样的声音 所以这压力有多大 我觉得放下这压力 一张口就是好的 不用改变 那我还是要努力争取 前几期节目 周深也确实是这么做了 每一期节目 都给了观众很大的惊喜 每一次表演都很不一样 但是梁永奇的歌 是周深最舒服的区域 驾驭起来非常的简单 担心观众听完的感觉 和评价会很简单 周深就是这样的声音 周深说 唱梁永奇的花火 帮他迈过了这一个坎 假如自己在台上不能唱高音 也不能唱像Andy那样的嘶吼 如果只是在台上 安安静静地唱歌 下面的观众 还是愿意为他鼓掌 那么会非常愿意唱花火 梁永奇听完周深的理解 非常的感同身受 完全讲出了 自己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这样的担忧和顾虑 周深肯定不是在 时光音乐会才开始有的 参加其他专业的 音乐类型的节目 肯定也会努力地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 听着周深讲他的理由 真的好心疼 他心里居然背负了 这么沉重的负担 这样的心态 当然是积极的 也是好的 有利于歌手提升和进步 但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 很大的心理负担 谁说歌手就不能唱自己擅长的 谁说歌手就要一直不停地炫技 以给新鲜感 其实周深就安静地 本色地演唱 他空灵的声音 已经足够地打动人 那种威威到来的温柔的唱腔 很契合这首花火 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所以他唱完后台的歌手们 都由衷地赞不绝口 一样的花火 不一样的周深 感谢周深又演绎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歌名是五个字 歌名是没有五个字 刺带咯 或者不一样的 刺带咯 Bimi 第一首 哦 对哦 你好 你是一个歌手 都想 都想做什么 演唱会 演唱会 再说吧 演唱会 安靠 的 Bimi 第一首 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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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 平等的不是我最深讲话 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长的曲 当明天成为昨天 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多厚言 风吹着云儿散来 夏雨的情节过了 花多的时候了 黑了想你的日子到了 每家都早有风了 春天的样子飞了 隔壁的姑娘哭了 为什么要你我这又何必呢 爱人而来啦 离爱人而走了 孤独的鱼儿挑战 是谁在不平地长长 爱人而来啦 离爱的脸而走 孤独风而长的 还能有谁 在每一晚没了地停着